李小璐喝水被呛着,一旁的明道傻眼了,大家注意力却放在最后一张。 明道和李小璐热聊,看上去两人心情都非常不错。 李小璐活动现场喝水一下子被呛着了,无嘴咳嗽,现邪走漏大号风光,放大后李小璐的手上留下了一道红色的液体,吸引了大家注意力,引发了网友热议,网友留言,你吓到明道了。 李小璐喝水被呛着,一旁的明道傻眼了,大家注意力却放在最后一张。 李小璐抬头仰望,表情是很难受的样子,旁边明道被突如其来的这一幕有点不知所措。 李小璐引照,网友惊呼,脸又变了,你怎么看呢? 明道,1980年2月26日,本名林朝璋,身高183公分,是一位台湾男演员与歌手,也是明道工作室老板,跨族偶像剧,时装剧,古装剧及武侠剧等各类戏剧的拍摄。 因主持旅游节目《冒险王走红》,并于2004年凭该节目获得第39届金钟奖文教资讯节目主持人奖,成为史上最年轻获得金钟奖的主持人。 2004年涉足影视剧至今已拍摄多部戏剧及电影作品。 高中时参加《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猜》粗广男选拔的单元,因而被星探发掘。 2002年以《冒险王》主持人身份正式出道,带领着观众在世界各地冒险泛男,两年的冒险旅程,让他走遍大半个地球且逐渐走红。 2004年以《冒险王》在众多资深主持人中脱颖而出,获得第39届金钟奖。 文教资讯节目主持人奖的殊荣,成为史上最年轻获得金钟奖的主持人。 2004年加入183Club及首次参与戏剧演出,在天国的嫁衣饰演成海诺一角,获得许多观众的青睐,几年后更轮番在中国各地播映,收视连连告捷。 2005年王子变青蛙饰演一位严厉无情的饭店总经理,因车祸失忆而变得善解人意,角色前后极端的个性,被他发挥得十分准确,证明了在演技方面的潜力。 收视率最高达8.52,平均收视率6.99,打破由F4和大S主演的流星花园抱持的偶像剧平均收视记录,这剧极保持的收视记录直至2008年才被由陈巧恩,软晶天主演的命中注定我爱你打破。 2006年参与爱情魔法师,新苹果乐园,天使行人三部戏剧演出,在天使行人中更易改有钱角色的形象,饰演一位从乡下来的淳朴青年杨天佑,其演技备受观众及导演邓安宁肯定。 2007年初扩张演艺事业版图,至中国拍摄由张恨水小说现代青年改编的年代剧《梦幻天堂》,年终结束拍摄《回到台湾降临》演出校园剧《英业3加1》。 2008年年初与郭品超合作拍摄《悄悄爱上你》再次挑战演技,饰演花花公子,2009年于江苏卫视黄金档播出时,为同时段收视冠军。 年底拍摄两部大陆戏剧,分别是由中国湖南卫视制作的《微笑在我心》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守着阳光守着你》。 2009年初拍摄首部电影《与大陆影地下雨》合作电影《感情生活》,并拍摄安徽卫视自制剧《幸福一定强》,在春节长假期间成为偶像剧中的收视冠军。 同年与阿宁转一同被大陆戏剧制作单位,评选为最喜欢合作的台湾男女偶像代表,在大陆片酬身价直逼一线演员酬劳。 年底拍摄首部古装戏剧《长鹅》,饰演吴刚。 2010年初与前经纪公司合约到期,并无需约,之后成立名道工作室,回台拍摄导演程孝泽指导的电影尽在咫尺,与彭于燕,郭采杰,怨心与合作。 同年7月与杨锦华合作拍摄三历电视剧《中无厌》。 在2010年年中与年底分别获选中国十大帅哥第一名,即获得香港十大一热奖。 2011年初与新生代女新宋纪言一同代言女用内衣品牌《雷戴斯》。 并拍摄中国古装剧《美人天下》,与张婷、张晨光、李小璐等演员合作。 4月中旬赴意大力拍摄个人写真书,于7、8月发行。 接着拍摄个人第三部古装剧《王的女人》,饰演历史人物项羽,已于7月拍摄完毕。 同年十月于海南拍摄《天使的幸福》,与刘诗诗即将与陈合作,2012年1月杀青。 2012年2月15日入伍,陆军2131梯,新训地点宜兰金六节营区。 2012年3月26日加入陆军仪队,受训地点为台北大使装甲宪营三军仪队集训队,接受为期四个月的训练。 7月23日结训测验合格,正式成为陆军仪队的议员,8月11日的空军节上,完美无缺地完成了公开操演任务,成为活动上最喜惊的人,同时也成为史上第一位在中华民国国庆上表演的艺人。 其精彩表现为双十节一大亮点,得到全台最MAN艺人、国军代言人等赞誉。 11月2日,飞碟电台特邀身为陆军仪队的明道接受访问,明道以其优异表现与正面形象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被电台专访的现役士兵。 2013年1月15日退伍,结束11个月的军旅生涯。 2013年3月,与孙力、张毅、张晨光、乌军梅、朱音等十丽派演员出演《赖妈正传》或《赖妈成长记》,在剧中饰演医生抱帅。 7月11日,筹备多月的明道工作室第四部作品《如果我爱奶》在上海低调开机,这部剧由明道主演兼制片人。 2013年12月20日,明道推出个人首张国语专辑《失恋美学》,并于2014年1月11日和季家松联合举办了斗阵俱乐部音乐会。